Hello 大家好 我是Emma 上次跟大家開箱了No Way Home 的 Doctor of Strange 今次這隻都是No Way Home 裏面的飾格 它是MMS 624 的 Spider-Man 624 這一隻是豪華版 它的普通版就是623 普通版的地台是六邊形 624 地台就是多些場景的變化 而且它多了一個 Spider-Man 的頭套 是凹了一半的頭雕樣 No Way Home 的 Spider-Man 除了這個623 624 之外 還有一個625的 625 跟這兩隻是不同的 625 就是這件衣服 就是一開始電影中比較前期穿的衣服 623 跟624 就是後期三個 這個蜘蛛盒一起在自由神像上打的時候的那套衣服 625 我當然有了 那就留下節再跟大家開箱 這次我們的主角就是624的豪華版蜘蛛盒 這個跟上次 Doctor Strange 一樣 都是這樣很可愛的包裝 它還要是再厚一點 首先出現的是期待二久的地台 哇 它的地台很漂亮 我就這樣看地台也覺得它是值得擁有的一隻 這個地台就是黑衣服當時三個 Spider-Man 和一些反派角色一起在打鬥的場景 所以地台你會看到它中間這個就是那裡的破壞了的建築物 然後下面也會有一些建築物的碎片 類似一些坑垃蓋的那些物體 最特別的賣點就是這個地台 它是有那幾個間角的遺留物品 首先第一個你會看到就是有很多沙 這個擺明就是沙人的沙 撇出來上面的那些 它佔了地台大概有七成度 因為你這樣看 你會看到它裡面有一些沙 第二個反派角色的代表就是眼前的這兩個球 這兩個球 其實後面還有兩條煙輪著 那底後面的地方 你會看到是透明件 然後一直到前面 就會有一些顏色上去 其實這樣看 覺得這兩條煙很像那些 它也有很多地方 是用了金屬色 例如你爛舊 其實我相信它們 偏向綠色應該是綠魔盒的 那些可能補機的零件 那你看到它上面的顏色 其實都偏向金屬色的 那還有這些 這些建築物的 其實都比較多是金屬色的 第三個反派角色就是 八爪魚博士 代表它的東西就是我手上的 這兩顆雙節棍 它們的身是三個柱體的 每一邊的顏色都略有不同的 首先它會有黃黑 然後黃黑黃 然後又有黑黃 它是有一點漸變的顏色 那它基本上呢 每一腳的做法都是這樣 然後是重複重複地薄下去 其實現在拿上手 有一次拿著一顆熟米森 那它是可以屈曲的 其實它也蠻容易去咬到的 你不會感覺到它中間是有些 卡拉卡拉的骨 它真的是很軟的 一條硬膠膠 但現在屈曲了之後 我開始覺得它很噁心 我不覺得它不像 縮米森 我覺得它像一條 蟲 它裡面會跟著這兩隻 它是屬於百走魚鑊舌的手足 兩個分別是大小 還有大的這個 它的手指位是長方形 是扁身、闊身的 小的那個是偏向這個三角形的 那兩個觸手它的上色都是一樣 首先是一個不鏽鋼色的底 然後上面會有一點點的細節 小的那個裡面好像比較複雜 很多機械臂 但是這個就不是說有很多 但是它們呢 同樣是有一個很高的可動性關節 每一隻手指仔 其實可以分開三折 例如這裡一折 前後可以挖一挖 第二折和第三折也可以挖一挖 小的這一隻也可以做到這個效果 它是可以做到N個不同的角度 就像現在一樣 但是呢 它裝的方法 都挺... 難的 即是我這樣挖下去 其實我很怕會挖斷 這三隻 爪 但是呢 又不是那麼容易挖 你們明明嗎 真的很難啊 我不想再弄爛些玩具啊 哈 subscribe 啊 怎麼會把你放進去 communication 所有的東西加好之后呢 就是這樣 妝的方法是 大概是 一二三或者一二三 如果你妝完這兩個的話 妝妝整個是 難一點的 另外就是這兩隻觸手 妝妝在機械 都不太容易 最後是在梳化 把衣服的袖抹在 然後倒轉抹下去 就完成了 真的用手 反而好像更容易 拍斷的 另外就是我想說 上面的地板 其實都很容易斷 所以 小心點好 Spiderman出現 我覺得這套衣服 挺漂亮的 底色主要是 紅和黑 金色的highlight 前和後 也有一個 蜘蛛圖案 在這裡 前面就是 一個實色的 比較誇張的 後面就是 暗暗的 蜘蛛圖案 在這裡 背上 你會看到 一二三四 四個蓋子 把它脫了出來 之後 你可以換了 Spiderman的 觸手 上去 他的身上 他這四個蓋子 還有一個 面在這裡 夾著 才能碰到 塗衣服 不會繩花 他的關節 都OK的 都順順的 但我還是會有點怕 抹得太大 會不小心 弄爆了 他的衣服的皮 看來我還未走得出 陰影 陰公主 剛才打開 尤其後面這個位置 我自己覺得 有一點點 牙煙在這裡 不知道 可能真的有我的陰影 剛才一邊 一邊看著他那些皮 的時候 心裡真的有點 惶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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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惶 我留意到 蜘蛛圖 皮膠的部分 無論是上半身 還是下半身 其實他 那個紋路 都蠻複雜的 這些位置 他在打格子 然後去到大腿中間 你會看到 是一些橫線 然後去到這裡 會有一些斜上去的線條 類似做了 打斜的格紋 另外就是 你看到他的褲子 和衣服上面 都有額外的 黑色的線條 這些線條 更加突顯了 蜘蛛仔的肌肉 雖然他沒有雷神 隊長那麼大 但是 小小的肌肉 Peter Parker 也是會有的 蜘蛛仔的觸手 有四條 他們四條 都是一樣的構造 一樣的顏色 握上手 是 是很 三眼的蟹爪 不斷在這裡 打算拖離我的手 他的顏色 主要是金屬色 你會看到 有金屬的藍色 還有一隻金色 其實我覺得 他這隻藍色 是做得挺漂亮的 他一看就知道 都是有 一二三 有三個關節點 提醒大家 當你想把它擦開的時候 小心點 不要太激動 一來就把它打動 因為它本身 整條都不是 打直的 它是有點彎 如果你太興奮 把它拍直的話 那就是 拜拜 拜拜 蜘蛛絲方面 其實它跟以往的 是挺類似的 它會有七款蜘蛛絲 第一款 就是最常見的蜘蛛網形狀 第二款 就是會有這個 翹翹翹的 第三款 是呈L型的 第四和第五款 其實都 我會覺得它們是一樣的 因為第四款 其實都是兩支 這麼直的蜘蛛絲 然後最後那款 就是短身一點點 然後有個類似 好像棉花棒的頭 那幾款的蜘蛛絲特效 都是經常會看到 即是例外 會出現在 Spiderman的 Figure上的 除了GGC之外 最常在 Spiderman的Figure 看到的可換件 就是它的眼罩 這次的眼罩 其實跟以往那些一樣的 但不特別展示給大家看 但是我想說 它真的很尷尬 它現在呢 那個眼罩 是這樣 在角落這個位置 以往呢 它是有一個 就是這麼小的 透明的盒子 這樣裝著 它現在 一來呢 它就省了 一來已經是 這麼大塊 雖然我不說 但我也不能夠 很小的 給大家看 我要整個這樣拿著 接著呢 就是大家都 見慣了的配件 就是會有 這個頭套 Peter Parker的一部 iPhone 證明 他真的很喜歡玩電話 幾乎是每一隻 Tom Holland的 這個Spiderman 他也是拿著電話 Tom Holland的這個 真人頭雕 我覺得比起之前的 已經不同了 這個頭雕的樣子 已經是偏向 成熟了 沒有之前那隻 那隻 年輕的感覺 頭髮這裡 它也做了兩三條 小毛飛出來 做了一個 不羈闖蕩的感覺 戴了半個頭套的 真人頭雕 其實也挺可愛 好像有半隻甲蟲趴在上面 給大家看看 他360度的樣子 先 我有一點錯誤的期待 想著 他這個頭套 會是布 但是 他整個 都是 硬膠 我自己會覺得 他在布 會好一點 你想像一下 他這個是硬膠 但是你配上去的時候 這樣 配上去的時候 他的身體 真的是布 我就會覺得 如果整件事 一致一點的話 好像會好一點 他現在就是 擺上去 就會有一個 對比 哇 真的說漏了 就是還有 蜘蛛仔的 可換的配件 首先 中間 就是很大隊 這個蜘蛛網翼 然後 就會有一堆可換手 在旁邊 依據我的觀察 他的手 全部都沒有 可動性關節 包括他自己本身 對手 左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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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手在這邊 左手 就是會有六隻 右手 就是有五隻 他只有 一款 是撞不到的 同樣都有的 就是 手攤開 一隻手指 Rock and roll 手型 還有握拳頭 另外不同 就會有一個 耶 有一個 給你拿著電話的手 還有另一邊的手 就是 這樣子的手型 有多手 有多頭 有多隻蜘蛛絲 真的給你慢慢玩 我永遠都覺得 Spiderman的Hot Toys Figure 是最划算的 這隻蜘蛛盒 到現在 我覺得他的地台 仍然很漂亮 老實說 他這個樣子 整個造型出來 有點像是GK那一類 不過這隻蜘蛛盒 我也有關心的地方 例如 今次這隻 他的賣點 是 這個頭雕 但其實我自己覺得 他這個頭雕 好像留給普通版 會更好 最好 因為他 沒有很複雜的 場景 所以其實 基本上 你擺這個 做任何事情 都不會奇怪 但是 他這個地台 擺明是 在打的 場景 你無端端 配一個 這樣的頭雕 再加上這樣的表情 我剛才試過 硬是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整件事很卡 他這個 他只會用 有頭套的頭雕 我說是沒有頭套 只剩下 Tom Holland 的樣子 頭雕 我自己真心覺得 這個是留給普通版 會更好 另外 就是 八爪如博士 這兩隻 機械手 和 Base 去裝的位 甚至是這個 射架 其實我覺得這次 是有些 Bugs 無論如何裝 他也是 有一個 空腹在 裡面那條都還好 外面這條 無論如何裝 他也是 有一條 這個機械手 他的裝置 好像 螺絲 沒有給你 轉進去 但是他裡面的 粒位 沒有放到 螺絲 轉 只是 純粹是一個 洞 所以 怎樣放 都很容易送 但是 除了這些位置之外 這一隻 是 挺漂亮的 說多一點 就是關於蜘蛛盒的 這個液的問題 其實之前 Spiderman也有一個 有液的 它那個 就是膠 這個就是 硬膠 裝的方法都一樣 在旁邊 有些磁石的位置 放進去 架底 那些 上次膠那個 和這個 我都覺得是 其實算了 上次那個軟身膠 無論如何放 其實都 怪怪的 那個軟身 都已經有一個問題 何況你那個 這個硬身呢 你放了這個硬身 我都很肯定 其實它 可以選擇 動到的 角度 是更加之少 因為 你看它現在這個 這樣彎 我都很肯定 是裝不到 它真的除非是直筆 在這裡 就是那句 它直筆 在這裡 做這個液 加上這個長頸 我覺得會 有點浪費 它有這個液 不是不行 但是我覺得 它這個液 跟剛才那個頭雕一樣 都是適用於 在這個 MMS623 那裡 會比是624 那好了 今次這條 MMS624的開箱片 就拍到這裡 如果喜歡 就記得 commen like, share, subscribe 我還記得訂閱我的IG 如果你們繼續想看 我的625的開箱 就記得留意我的頻道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 拜拜